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那些常常和年輕小姑娘被爆出緋聞的大叔 往往會遭人詬病 但有這樣一個人 她雖然屢屢和小姑娘傳出緋聞 卻沒有失去民眾的好感度 還憑藉自己的業務能力和對世界的獨特見解 吸引了一大批愛慕者 她就是知名演員 小說家兼畫家中川雅野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看看她的故事 今年58歲的中川雅野是日本知名演員 她曾出演了《小偷家族》、《海街日記》、《如富如子》、《比海更深》、《龍馬傳》等多部熱門影片 更憑藉小偷家族斬獲了《嘎那金鐘旅獎》 從此聲名大噪 2018年《市之愈合》的電影《小偷家族大火》 聲勢席捲全球 在影片中中川雅野飾演的柴田智是個順手牽羊的慣犯 影片中接受警方審訊時她還無奈地表示 除了偷竊以外 我也沒有什麼其他能交給孩子的了 而對於這個角色 中川雅野曾這樣評價 她其實是一個比孩子更像孩子的父親 片中中川雅野飾演的柴田智總讓人感到有些摸不著頭腦 身為丈夫 她與信貸之間的日常互動溫馨又甜蜜 卻在妻子選擇承擔一切罪責的時候保持沉默 身為父親 她在幫助祥太解答青春期性困惑時顯得親切從容 卻在家庭秘密被揭穿後連忙逃脫 身為兒子 她擅養了孤寡老人出資 卻又在老人死後打起了私房錢的主意 中川雅野不僅對自己飾演的角色有很深的見解 對於其他演員 她也很是謙虛有理 她稱 影片中全體演員都是素顏出鏡 而飾演奶奶出資的樹木西林女士更是做足了準備 不斷賦予角色一種噁心的感覺 例如 去掉假牙後吃橘子 以及特地留長不減的灰髮 還直言 她身上那股為藝術現身的氣魄讓人敬佩不已 而對於出演妻子信戴的安藤英 中川雅野也抱以了極高的敬意 給出了以下評價 無論她作為一個女人 演員 還是母親都是非常優秀的 如果她本身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的話 根本沒辦法塑造出這樣的角色 在兩人演對首戲時 中川雅野常常驚嘆於這位年輕女演員的演技 還發出如下感慨 為什麼她可以演得如此到位 說到這裡 中川雅野對於一向崇拜的視之欲和也流露出了小小的抱怨 並說 原本我和安藤英之間還有很多夫妻日常生活的戲份 比如一起去喝酒 約會等 但都被導演剪掉了 當幾位演員最終看到成片時 都大吃一驚地發現 這個情節沒了 那個情節也沒了 從2004年的無人知曉開始 視之欲和一直嘗試探討血緣與陪伴的辯證關係 而幾乎是同一時間 中川雅野也憑藉《東京塔》這本自傳題小說 成為哭泣小說的首席代表 書中以淡雅而又真實感人的筆觸 講述了血濃與水的母子二人陪伴一生的故事 抒發了對過往時光的深切追憶 而出演小偷家族後 中川雅野真正意識到 沒有血緣的親情關係也是成立的 在歐洲 無論是領養制度還是事實上的婚姻關係 都是相當普遍的 為什麼對亞洲人來說會覺得不太接受呢? 中川雅野表示不解 其實 在過去日本農村的大家族中 常常也有養子或幫親戚養小孩的情況出現 到了近代 我們反而更強調法律層面或是血緣上的關係了 對於本篇引起的血緣與愛的討論 中川雅野最後用自身的經歷為此下了角柱 並說 一對夫妻在法律制度認可之前其實也是陌生人 有兩個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組成的家庭 完全可以相互扶持 相互信賴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前衛的想法 她對感情的態度也與常人不同 今年7月中旬 中川雅野與一名女子在傘下約會的照片 被日本八卦雜誌拍到 約會本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是這兩人之間的年齡差引起了廣泛關注 男方中川雅野已經57歲 女方是小她29歲的寫真偶像元都 兩人同撐一把透明傘 靠得相當近 中川雅野背著鞋胯包 撐著傘 女方則在一旁靠著她 兩人有說有笑 場面十分有礙 看到此親密舉動的路人表示 這兩人的互動看上去非常自然 就像交往了很久的情侶一樣 因為當天目擊時刻已經接近午飯時間 所以這兩人大概是在討論去哪家店吃飯比較好 他們在店門口停留好一會兒 看了看招牌 又看了看店裡的氛圍 而兩人的相遇還要從4年前說起 據元都的熟人透露 2016年小元開始把寫真偶像作為正式工作 她和中川雅野好像是在工作地點相遇的 然後他們開始和一些關係好的朋友去吃飯 2019年年末 兩人開始單獨見面 之後好像也約過幾次會 然而元都本人否認了這是男女朋友之間的約會 表示那只是一次朋友之間簡單的約飯而已 但不管是不是在一起 即便只是好朋友 跨越如此大年齡段的友誼也很讓人羨慕 而之所以中川雅野能夠在即將步入爾順之年 還能吸引如此年輕的女子 主要是因為她才華出眾 除了是一名演技精湛的演員之外 她還是一名文筆細膩的作家 筆名叫做Lily Funky 據說該名字的來源是因為大學時代 有人評價中川雅野和她的一位好朋友說 這兩人就像薔薇和百合一樣 百合的英文為Lily 因此取了個Lily的筆名 而Funky的由來 則是因為中川希望自己有一個聽起來 此雄難辨的名字 於是加了Funky這個後綴 2005年中川出版了一本名叫《東京鐵塔!我的母親父親》的書 這是一本自傳體書籍 中川雅野在書裡寫了自己成長的各種細節 從年幼不懂事到目送母親因病離世 該書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 之後成為日本哭泣小說的代表之作 中川雅野也憑藉此書 一躍成為日本暢銷作家之一 《東京鐵塔!》這本書之後被改編成了電視劇版和電影版 電視劇版由《香追魷雨》《速水中道》出演 除去作家和演員這兩個身份之外 她還是一個畫家 在東京都福生市還曾有一個中川雅野親手繪製的巨大壁畫 該畫的寓意也很豐富 還出現了原爆產生的蘑菇雲 戰鬥機等元素 從畫中也可以看出中川雅野是一個非常有同趣的人 她還曾自嘲自己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 在接受雜誌的採訪時也說 在思考著自己何時會成為大人的時候 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50多歲了 身邊的朋友都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 年輕時候被大人們勸告過的話 直到現在才突然明白了真正含義 果然不做個大人還是不行的 也正因為擁有這樣年輕的思維 她的歷任緋文女友都是非常年輕的女孩 曾經有記者拍到 長澤雅美與中川雅野一起在六本木的一家高級酒店吃飯 用餐期間 兩人非常愉悅 之後去了酒吧一起喝酒 還互相交換了日記 不過吃飯喝酒的還有電影圈的其他人士 而這次簡單的聚會也被媒體大肆宣揚 變成了戀愛新聞 甚至想出婦女戀這樣的標題 斷章取義道把其他一起吃飯喝酒的人都選擇性的忽視了 當時 雙方所在的事務所對此都做出了兩人只是好友的回應 據相關人士透露 雖然中川雅野並不是長澤雅美的男友 但對長澤雅美來說是很值得信任的朋友 在長澤雅美轉型時 她給予了很多幫助和建議 所以對於長澤雅美來說 她更像是恩人 兩人只是關係要好的望年之交 而對於這一點 女方個人也從來不避諱 最近參加綜藝節目時 當被問及演藝圈中最熟悉自己的人 她也回答了是中川雅野 長澤雅美在23歲時出演舞臺劇 與中川雅野有了第一次合作 兩人在舞臺劇中演了一對好友 之後還合作了電影《桃花期》 在戲外 中川雅野也成為她可以吐露心情的存在 她說 莉莉桑就像自己的阿姨一樣 私下也會叫她莉莉將 甚至她對自己還有和老母親一樣的心 雖然從外表看起來 中川雅野硬朗粗糙 但在日本演藝圈是公認的才子 深得其他藝人的尊敬 而在更早前 中川雅野還與小18歲柴奇姓被曝當街親吻 不過兩人戀情是否屬實 並未得到確定說法 58歲的中川雅野至今未婚 而她也曾說過 父親在沒有登記結婚的情況下和母親共度了40年時光 這份超越白紙黑字的感情實在令她羡慕 作為日本藝能圈無比特別的存在 她這一生看似普通 卻又不尋常 沒有經歷過什麼看 也許正因為如此 才得以保持一顆赤子之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